然后我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然后我来自联想研究院 人工智能实验室的欧阳文理 然后我在联想那边主要是跟供应链管理 和人工智能相结合的领域 有很多相关的研究和一些应用的案例 然后欢迎大家一起探讨和共同进步 然后今天我要介绍的题目 是运筹学在联想供应链物料需求计划中的落地实践 其实这里面有一些关键词 然后特别是运筹学Operation Research 现在在供应链里面应该是一个地不可少的技术 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关键词是物料需求计划 这个是在供应链里面是一个举足轻重的 一个业务的模块或业务的环节 他决定了整个供应链的运营效率和实践的好坏 对整个公司的经营和整个未来的发展会有一些很重要的影响 所以今天我的介绍内容主要是这两块的相结合的 然后我们再联想内部或者外部孵化的一个可以对外富人的产品 这样子跟大家介绍一下 然后如果有相关同行感性质或者相关的这个有需求的客户 可以跟我们联系 我首先来介绍一下什么叫物料需求计划 其实这个概念是首先出现在这个生产台层 或者叫做APS整个大的系统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模块 它的主要的任务是去对整个供应链的物料的需求 做一个长期的规划 就是我需要跟我的供应商去协商我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 需要买什么样的物料 然后供应商根据我提供的物料需求 它给我们反馈这个物料的commit就是物料的供给的计划 然后大家达成一致 然后根据这个相关的这个alignment以后 确定以后我们就可以制定整个公司内部的物料的未来的分配计划 生产计划和成品的整个出库计划等等 所以最开始其实最首先首先的第一步 我们的需求其实是从这个销售部门来的 它会告诉我们这个未来一段时间 最重要的产品是哪些 然后其实供应链里面在这个叫做物料需求计划以前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模块 叫SOP模块 这个模块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去把需求和供给进行一个对接 然后同时去把需求进行调整和优化 确定出未来公司真正要专注于哪些产品 哪些用户需要的这个真正重要的东西 然后决定了未来每一个时间 每个工厂它需要怎么样去做什么样的需求 依据这个确定好的需求呢 这样子我们拿到这个数据以后呢 就会依据这个数据去做物料的这个需求计划 物料的需求计划说简单也简单 说困难它就会很困难 比如说我有一个很简单的商品 这个我有我是一个小的一个店家 然后我这个店就在一个一个地方 然后我的东西很简单 就因为两种两种成品 然后我也没有生产环节 所以这种供这种物料需求计划其实相当简单的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不是一个这种很很小的这种店家呢 你如果是一个很大的公司 你是负责比如说某一个省的主要的一个很重要的commodity 很重要的这种商品的一个销售那这个计划就很困难了 然后更何况如果你是一个全球500强的企业 然后你涉及到整个各个大州各个大区的整个的计划 然后在每一个区又会有自己不同的工厂 然后工厂之间怎么衔接 这种计划就会非常的困难了 所以我们做的这个通用的产品呢 就是既可以兼顾简单的计划 也可以兼顾大规模全球化的多工厂协同的计划 然后依照这个需求呢 这个东西最终要输出什么结构给下一步的供应链的环节呢 就是它会告诉下一步 我在某个时间我需要去采购哪些物料 然后把这些信息提供给我们的最终的这个supplier 这个供应商这是整个这个物料需求计划的一个很简单的概述吧 然后要做到这件事情其实相当不容易的 因为如果你是一个生产型企业的话 你是这个现在就是中国就是特别强调实体经济嘛 实体经济就是你有你有自己的这个真正的是有自己的生产工厂 你有自己的这种不光你不光只是渠道商 你有自己的整个从最小的零部件到生产成半成品 然后再从半成品的生产成最终的物料 整个环节的这个整个的management 整个需要你去把控的时候 这个环节就会变成非常非常复杂了 因为你的物料不光只是成品 也包含了半成品 也包含了这个这个raw material 就是这个最底下的这个这个raw的物料 然后他们之间是通过什么连接起来呢 他们之间就通过这个bill material 就是这个bomb 你可以把bomb理解成一个大的树 然后他把各个物料和中最终的生产人的这个product产品 结合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网络 然后我们姑且目前叫他bomb bom 然后依据这个bom呢 然后通过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销售 他们协商好了 未来的需求 还通过我们去检索 目前我们的鸭批里面 这个数据库里面 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好多好几个工厂 对吧我们有15个工厂 这个工厂里面目前每一个物料的库存情况 然后我们还去检索未来历史上这个供应商给我们做了什么样的物料供给的承诺 然后他对承诺这个物料在未来某个时间会给我们这些承诺有哪些 然后我们综合考虑这些信息呢 我们把它输送到这个构建的通用化的这个MRP模块里面去呢 去综合的去运算 最终产生未来的这个物料的采购计划建议 对这是整个一个MRP的一个基础的底层逻辑 依靠这个底层逻辑呢 这个MRP就会在公司内部运营起来 帮助这个supply chain management这个团队去做整个供应链的计划 采购以及下游环节的管理 当然这个说起来比较简单啊 但是其实这个很多很多事情是非常非常琐碎的 特别是你涉及到不同的这个系统 涉及到不同的数据源 然后把它们要综合起来去完成一件事情 这是非常有挑战的 然后依靠我们这个end to end的这个系统呢 就是我们结合了数据的预处理 结合了从不同的数据源的数据的pipeline的沟通 然后一直到这个计划模块的计算 然后最终呢输出最终的结果 返回到这个执行环节的系统当中去 然后我们做到了端到端的全自动 然后智能化的这个控制 总之我们通过这种系统呢 可以完美的就是满足客户 每天每周每月每个季度 每个财年对未来的这个物料需求管理的精细化的运营 最终这个会输出两个东西给业务部门 第一个是这个采购供应计划 就是每一项采购的建议 它包含需求数量 然后订货日期和到货日期 然后也包含生产作业计划 就是这个物料来了以后呢 我这个生产应该怎么进行 然后按照什么样的数量进行 然后同时呢也会自领出这个生产的开工时间和结束时间 总共要强调一点的是呢 就是目前我们构建的这个系统呢 是一个通用化的系统 就是我们把跟数据意志性相关的信息呢 全部抹除掉了 然后我们做的是一个scanable的一个引擎 它会主要会给出这个物料采购建议 库存冗移信息 生产作业计划 会考虑很多个维度的信息 比如说我这里列到的这个业务规则的输入呀 然后办不同的工厂 办不同的品类的这个采购建议呀 然后拜每周或者每个物料的这个生产需求计划报表啊 然后还有很核心的是 这个引擎呢 这是滚动式的这个计算 就是我上一次下一次计算 会考虑上一次计划输出的结果 这样子进行增量的更新 最核心的是这个 它会考虑这个物料的替代关系 和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异地的物料的这个rebalance 是叫做这个物料的重新的互相不同工厂边的调拨 呃整个引擎呢 它有很多个优化目标 其中最重要的两个优化目标就是我希望我的这个库存呢 可以最大化的被利用 然后我的采购量呢 可以进行最小最小量最小这个量钢的这个采购 然后这样子可以提升整个公司的运营效率 对 这个是我们整个大的引擎的这个一般的架构 然后依据这个我们整个引擎的这种通用化架构呢 这个引擎也开发了二次开发的一些接口 它会在不改变引擎的提供下呢 在对外赋能的同时 然后利用简单的这个业务规则 车口语据或者一些简单的编程员的实现呢 去在不对主引擎做大的手术的条件下呢 对整个运营环节依靠这个定制化的客户需求呢 做到这个对客户的最大的这个负能 这是我们这个产品的一大特点 说完了这个产品以后啊 其实我还今天因为可能大部分人都是这个 跟这个运筹相关的这种技术人员 我这边也稍微突出一下这个技术的几个核心的部分 这个东西到底难在什么地方呢 我通过这三个大的难点 我先简单的说一下三个大的难点吧 然后我会核心的说一下其中最比较突出的一个点 有哪三大难点呢 就是一般的传统的做这个MRP引擎 它的考虑是这个依照这个业务规则 就是业务专家他会有很多这个订单或者物料的优先级 然后这个引擎呢会依照这个优先级去 依次的去做物料的扣减和物料的缺料的计算 这样子呢 然后再把这个缺料的行星进行汇总 然后这里面就会存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你进行缺料计算是会成为一个顺序的问题 就是这个优先级的问题 因为人工专家制定的规则 他可能有一些自己这个业务的领域的知识 但是他没办法去做全局化的这个视角的考量 为了达成这个全局化优化的考量呢 只有通过运筹优化的方法 依靠这个运筹优化去建模 一号求解器的技术 这样子才能达到全局的这个优化 做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如果我有两种物料 这两种物料同时在两个机型上进行使用 然后其中一个物料呢 是在其中一个机型呢 是替代替代的关系 这样子呢 就会存在先扣一个物料 和再扣另外一个物料 会对结果展生特别大的影响 如果用传统的这个依据专家知识呢 他就没办法去做到最大化库存销炮 和最小化这个采购量的这种优化的结果 这是其中的一个大点 第二个大点呢 目前传统的这个MRP引擎呢 一般了解到的可能都没有做到 这个多工厂联合计划的这个程度 然后我们这个引擎呢 支撑不同的工厂的这个物料之间的 共同的collaborate的这种计划 为什么这是很重要呢 因为在很多情况下 其实这个物料在不同的工厂分布 是非常非常不均衡 其中有一些物料 它可能在A工厂分配的比较多 但是目前在A工厂不缺 但是它在B工厂缺 这种是需要进行物料的调配的 然后目前我了解到也有的系统 比如业界非常有名的这个Blue Young的系统 它就不支持呢这个物料调波的这个自动生成 它需要人工手动的去进行调节 然后我们这个系统呢 在多工厂联合计划的模块当中呢 也纳入了这个多工厂物料在平衡的这个环节 它会依据目前我去做物料需求考量的时候 去同时呢去考量不同工厂物料的情况 然后去在需要在业务允许物料调波的这个填期下 进行尽可能的去使用已有的物料 这样子去做物料的调波 然后从这样子才能去最大化 已有库存的消耗和最小化这个 未来的采购量 还有第三点呢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其实整个系统 我刚刚说到它可以满足对未来 最短的时间 比如说一天的计划对吧 它也可以做未来一个月 一个季度 甚至一个财年 或者甚至几个几年的这种长期的计划 但是这种计划呢 就会存在时间上的跨度 其实物料在时间上的优化 它也是存在顺序的 就是我这个物料怎么消耗 我是因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它的订单是分不同的周期的 由于订单会存在周期的原因 会造成你的物料的消耗也会存在周期 所以在某个时间点 比如说我在T1时刻和未来的下一个T2时刻 我在T1是先消耗A呢 还是先消耗B 我在T2呢 是先消耗C呢 还是先消耗D 这种对整个库存消耗的这个影响和采购量的影响 也是非比寻常的 所以用传统的人工知识 然后依照优先级 依照时间的先后顺序这样去迭代 是没有办法去做到这个全局量化的考量